哈囉大家 2020年第一部影片就讓給咒術迴戰的女主角 不黑慧啦 之前我們看過男主角素挪的故事 不看看女主角了怎麼可以呢 影片會分成三個部分 不黑慧的術士 現實中的影子 以及其他動畫使用影子的角色 不黑慧的術士10種銀把術 透過雙手碟影產生出類似動物形象的影子 進而召喚世神 作者尚會說明是 只有10種還是有好幾種選出10種 這些召喚出來的士神都必須經過調不過 士者才能夠使用 一個寶可夢的概念 當士神被破壞將無法再次召喚 該士神的力量會轉移到其他士神身上 從動畫到漫畫會還沒有把所有的士神召喚出來過 等等後面會提 引一把術的手引召喚動作 是取自於大家應該都玩過的影子遊戲 簡單的圖案就是做做狗、鳥、蝸牛、蝴蝶等等 像大象這種我還真的沒想過 那為何是10種影法術 藉由一些網路上的資料 與士神身上的圖樣 得知的樣設定是參考日本神話的10種法器 根據日本書記記載 饒恕日尊從天召大神手中獲得10種天玺瑞寶 分別是充金鏡、鞭金鏡、八卧劍、生育、死反育、竹育、盜反育、蛇比里、風比里、貧之比里 總共是兩鏡、一鏡、四鉤、三比里 比里是古代女性披在身上的場景 士神身上都有對應到的圖樣 目前召喚出來過士神有黑白玉拳 白的在少年怨言篇掛了 後面漫畫篇章會出現繼承小白力量的黑玉拳 蛤蟆攜帶與收納的好幫手 放開我啦!你要睡就睡嘛!幹嘛拉著我!你有毛病啊你! Yeah!戴面具的閃電鳥 閃電!是閃電鳥! 炸蛇!其實出場超帥啊 但馬上被描,細分很少 印象中好像也有一隻被描掉的蛇 滿像!後期漫畫中出現 會使用噴水的招式 脫兔 大量兔子群 分散注意力的輔助類型 八惡劍 異界神將 魔虛裸 歷代中的十種銀法術師 沒能夠控制該世神 若無法成功降服會擊殺在場的所有人 所以被惠拿來當作是同歸於盡的殺手劍 在動畫中跟術奴的一戰 原本要召喚拼死一搏 在湧唱時術奴煞到小惠 所以雙方收手 後期漫畫進度 涉谷編會遭受到重創 不得已的情況下再次召喚 抱得犧牲的心態召喚成功 但最終依舊由素挪 解決掉未調補的魔虛裸 真愛啊 哇 而惠的領域 坎和艾依婷也在漫畫中出現過 但尚未純熟 在領域中基本上可以釋放出大量的世神跟影分身 關於惠的世神已經有其他大神講解過了 我就不太細說了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滿天大坑的影片 那在許多故事中影子常常被拿來當作題材使用 這樣跟我們密不可分的影子到底是什麼呢? 影子是一種物理現象 光線在被不透明的物體阻擋而產生出來的黑色範圍 會與光源的方向相反 影子的橫截面是二維輪廓 阻擋光線物體的倒轉投射 影子的大小會隨著光線的入射角而改變 光線越強 影子的痕跡就越深刻 會的影子召喚能力跟其他動畫的用法有點不同 大部分的作品中是改變影子的型態 利用自己或是他人的影子進行變化 達到攻擊、輔助、斬斷他人的影子 以及用影子來控制目標物的行動等能力 影子不具有物質性 也沒有生命 不屬於自然元素 只屬於一種自然現象 有光才能產生出影子 因此影子與光密不可分 就像陰陽一樣 光明之中必有黑暗 黑暗之中也必有光明 兩者相符相成 作為彼此重要的一部分 正因為影子論隨行如此常見 才會被許多作品拿來當作題材 就讓我們來看還有哪些是影子為武器的角色吧 又有白書 陳戶牙沙斗 鮮水片中的特異功能者 能力是彩影 藉由彩出對方的影子使人無法動彈 雖然不是太出色的能力 但參考彩影子的遊戲其實還蠻有趣的 火衛人者奈良錄完 說到影子能力一定要提到錄完 奈良加加傳人數就將查克拉因的性質變化 融入到影子中所獨創的人數 主要是用來牽制敵人 隨著故事的發展到後期出現更多以影子為基礎的數 海賊王月光茉莉亞 超人系的影子果實能力者 擁有奪取別人影子的能力 能力者本身的影子能夠當作替身來防禦或是攻擊 影子本身能夠變化成各種形狀進行攻擊 另外可以用剪刀將別的影子剪掉並放置屍體中 形成擁有影子組織能力和個性的殭屍 若被奪走影子的人受到陽光照射會完全消失 因此只能活在無陽光的地方 如果影子的主人死了影子就會跟著消失 鋼之煉金術師奧曼普萊德 可以操作為影子的本體 影子可以自由伸出容器外進行絞殺與斬擊 以及依靠影子上的歷史進行物理攻擊和防禦 具備視覺器官能夠進行超越人偵察 腰筋的尾巴羅格切尼影子屬性的面容魔法 可以吃掉影子並轉化成自己的力量 昭示就跟其他面容魔法差不多啦 什麼咆哮、斬擊等等 久久的奇幻冒險 阿雷西與波爾波 阿雷西是賽特神影子型的替身 進入影子中的人年紀會變小 而弱化能力與記憶 進入的時間過長甚至會變回成胚胎的狀態 雖然是小角色但這個替身能力還蠻有趣的 波爾波 黑色暗席子 遠距離自動操動型替身 只能在影子間移動無法出現在有陽光的地方 我的英雄學院長暗踏鷹 身體也技術著實體化的黑影 可以自由伸縮變形甚至帶著長暗飛行 影子在黑暗處會攻擊力暴增 也會變得難以控制 而在陽光下會處於一個攻擊力較弱的狀態 使用影子的角色還蠻多了 這邊就挑個幾位代表一下 最後術挪為了這麼看重浮黑會的部分 別害愛不談 認真講的話 劇中也還尚未說明 我這邊就不多做猜測 免得被打臉 關於咒術回戰後續還會出其他角色的影片 目前看到最喜歡的角色是七海海跟東棠 這兩個角色真的蠻棒的 好啦,對於浮黑會你有怎樣的想法嗎? 有想要看其他咒術哪位角色的分享嗎? 多歡迎留言分享喔!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Byeee!